曾玉珍为马来西亚风水色彩和五行衣着的创始人 他结合现代色彩心理学以及古代科学智慧 例如五行和八字与服饰上 以创造一个更积极正面的能量以及气场 同时吸引并带来更多的机会 嗨,大家好,欢迎你收听华丽堂五行创作医美同行 我是周曾玉珍 你的支持是周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华丽堂因为你们而精彩 今天我们到了心经这个单元了 如果您是第一次收听这个节目 还不知道自己属于什么日元的主元素 我们可以使用手机或上网到Google 或百度百科的一些日元app里 进入我们的出生日期晶期系统里 我们所述的日元 Daymaster就会显示 今天我们一起来探讨心经人 心经也就是阴晶 它就像注意至今 手势至今 闪闪发光如钻石 闪亮的银和发光的晶 心经人爱享受生活 他们嗜好奢华的生活 追求豪华富裕 优雅和高档的生活是他们的目标 他们喜欢欣赏艺术和享受美好的食物和红酒 心经人有一种以身俱来的优越感 这往往会令他们觉得自己是优秀的人 应该拥有最好的 他们永远被美丽的事物吸引 心经人往往会选择志同道合 或地位高尚的人做朋友 并一起享受高品质的生活 心经人喜爱成为焦点 就像放在灯光下的精 心经人通常有足够的创意和自信心 将自己成为真实的钻石 而不是玻璃人造石 一个很强的心经人都会拥有技能 天分 机智 或者好口才来配合他们喜欢炫耀的个性 心经人有迷人的吸引力 心经人卖钢内容 有时会给人感觉是顽固和不退让 当他们生气时会大声的责骂身边的人 其实他们可是很和爱可亲的 心经人的内心其实是很感性的 心经人的思想独特和令人难以想象 他们对世界的看法跟其他人不一样 他们的头脑一直不停在转 努力的满足知识 以求知欲 他们永远都会赏识超越自己 想出更好更有创意的点子 如果结果不如他们想象之中 往往会令他们脾气暴躁和情绪波动 心经人有时会一直渴望得到更好的 一直往追求物质上的满足感 而成为贪婪的牺牲品 如果他们可以把这个倾向给控制好的话 他们就可以把它变成优点 成为一个干净十足的人 而不是只是为钱而行动的人 心经人的自信心跟自我形象 会扯上很大的关系 他们会制造给自己一个漂亮的好形象 当他们外表好看时 他们就会觉得精力充沛和感觉舒服 要谨记 心经人生长于风格 心经人是否觉得有以上的一些特质 是在自己身上呢 好了 又到了心经人的元素代表颜色单元了 金元素的代表颜色是金色 银色和白色 这三个颜色会给人很亮丽的感觉 我们先来谈金色 金色象征着高贵 光荣 华贵 和辉黄 金色也可以象征着闪耀 光辉 光明的代表 黄金的颜色是金色 所以也代表着四高无上 金色是一种最辉黄的光泽色 它是太阳的颜色 它代表着温暖与幸福 它有照耀人间光芒四色的魅力 金色自有极醒目的作用 它具有一个奇妙的特点就是它很容易和其他颜色协调 并产生光明华与辉黄的视觉效果 金色常被运用在礼服或晚装里 它使穿着成为众人的焦点 但如果大片的运用金色在乐场服饰里 衣不小心就会给人有爆发护或拜金人色的感觉 在服饰上面金色配中咖啡色会是十分和谐的八配 它会综合金色强烈的气息 青黄色和金色相配会产生轻快柔和的感觉 白色与金色配搭是一组有透明度的色彩 另外金色与纯正的黑色相配会使人显得高贵而神秘 同时配搭灰色也同样典雅 金色色物可以用于点缀任何颜色的衣物 这些事物会使服饰显得高雅 适合一些较为庄重的场合 喜欢金色的人怀有至高无上 不屈小节有保护弱者的姿态 第二个颜色是银色 银色代表尊贵、纯洁、安全和永恒 它象征洞察力、灵感、心际力量和直觉 银色是沉稳之色 代表神圣庄严 它也代表未来感 用富贵荣华来比喻所金银财宝 用清脆悦耳来比喻说银灵般的声音 银色也代表冷艳、个性、纯洁 银系列的配件既大方得体 内敛且高贵 简约且又不乏时尚 银色是时尚色调 中间色的一种 它非常容易配搭 喜欢银色的人有指导能力者 不计较富贵评鉴 比较受大众瞩目 金色和银色一般不能同时存在 只能使用其中一个 最后我们要分享白色 白色是光、善良、纯洁和真洁相关 被认为是完美的颜色 就好像婚纱 在西方特别是欧美 白色是结婚礼服的主要色彩 表示爱情的纯洁与坚真 也有说是上帝最喜欢的颜色 白色既不是冷色 也不是暖色 也就是说白色是没有色彩的倾向 白色也意味着安全、纯正和清洁 白色通常具有积极的内涵 白色也意味着公正、端正、正直、少壮 超越凡尘与私欲 西方国家一般都爱好白色 白色是所有颜色的综合体 即无比高尚 又充满幻想 它包含多种含义 像阳光那样灿烂 又像煎冰那样寒冷 所以各种性格的人都喜欢白色 白色还有凸显的效果 尤其在深浓的色彩间 一道白色 几滴白点就能起极大的鲜明对比作用 因为白色有极大的包容度 任何颜色皆能与之相融配搭 现在我们到了参考金元素 通过选择什么样的布料、图案或印发的种类来塑造一个适合它们的造型 布料我们可以选择精致质地的布料 5-textual materials 又或者华丽布料 Luxurious fabrics 至于形状我们可以选择board点 Polka dot 曲线形状 Curve linear shapes 圆顶状 Dome shape 或圆形图案 Round shape patterns or design 以上的资料是提供给你的一些参考 你可以考虑用这些元素去点缀你的服饰 好了,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 谢谢你的收听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内容可以帮助到你的朋友 你可以分享出去 让你的亲朋好友更加美丽、自信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五行穿着的颜色配搭 请关注Pinterest里的color风吹版 去到风景色彩和时装配搭版 参考我们的大自然风景调色版 因为大自然色彩组合版能让你更加容易的记住自己的色彩组合 如果您有什么疑问 你可以上到我们的Facebook Color风吹留言 我们会为你解答 我们一定要多一点互动和交流 这样我们才可以一起学到更多的知识 我们下一个podcast再会 拜拜 转发 fulfil更多的知识